感谢本月为我充电的观众 往期每日一卡 收录于收藏家每日一卡中 环境中总有一些卡组 在卡图上会体现出一丝反差感 仿佛排桌上薄命的厮杀 与它们毫无干系 典型的例如第八期的早期的天使甜点 再或者第九期的新式卡通或者毛绒动物 或魔玩具不算 再或者时期的调皮 而进入十一期后的童话动物 更可谓是眼都不眼 直接用人畜无害的形象 把排老们拖拽进高达的反差中 甚至一度成为排圈的鸣梗 而在这种情况下 另一个与之画风相似的新卡组 却因为强度走上了同人不同命的道路 而这个卡组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那么现在向我们走来的 便是猪类风暴的漏网之鱼 海归浮幽英的新粮食 新进排桌小出生 1201的至高补强 童话动物的精神续作 七月表最大的目标 以康幸之力配合撒旦老人 打出连发拳的柯一博 历练蠢爱妖精 安黑妖精 历练蠢爱妖精 安黑妖精 俗称大黑 目前仅收录于2022年8月20日 发售的OCG BAT卡包中 与其一同被收录的 还有消防队和渔屋系列 众所周知 对于DB卡包来说 除了离谱到一定程度的 无限启动 和七音符这两个DB外 其他DB至少会诞生 一个中量级系列 所以每和DB发售前的猜猜乐 也是排老门的重要娱乐项目 而在蠢爱的DB发售前 大家更为关注的反而是消防队 或者卡图好看的窗窗乐玉屋 关注纯爱的反而少之优少 至于原因 我们就要看一下此时的纯爱成员了 第一批登场的纯爱本家 共12张 包括一张下级 五张额外和六张魔线 不得不说这个配比 总能让人联想到当年的闪盗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首先是本家唯一的下级 效果很简单 一效果登场翻三打一 二效果根据手卡定向特招额外 这里我们再看一下纯爱本家的魔线 此时的纯爱本家魔线 有场地 永续 陷阱以及三张速攻组成 场地的效果为本家登场取对向 康星保护 离场补偿和超量素材补充 永续的效果为为定向检索 一张本家以及终端离场补偿 而陷阱则为阶级进化和回收 而三张速攻则分别为吃饭 洗澡和玩球 其一效果分别为斩破康星 双方回血和效果康星 之后可以丢一手来进行卡组 定向检索特招 之后是这三张卡作为本家超量素材时 分别可以标攻 吃对面和连续攻击 接着是五张额外 光 水和的从形象上来看 分别是经历了玩球 洗澡和吃饭的蠢爱 其一效果分别为打完检索 对方怪兽效果无效 和吃双方目的模线 同时在有本体对应的素材作为素材时 可以额外获得一定的增益效果 其二效果则统一为本家素材发动时 可以将那张卡作为素材 并获得一定的增益效果 而大黑和大白则是本家中端级别的卡 两张卡均可在五素材以上的中形胎上叠放 大白的一效果为一个伪结结波 二效果为五素材以上的场合攻击 给对面一千五的伤害 而我们今天的主角大黑的一效果 则是五素材以上的此卡 不受对方发动效果的影响 而二效果为把两素材单对面场上 或者目的一张卡 有一星当素材的场合 可以二速发动 至此 最初登场的蠢爱介绍完毕 当然花费这么长的篇幅 去解释所有卡自然是有理由的 蠢爱最为特殊的一点 便是卡组购注几乎需要投入所有的本家 这是由于效果整体对本家的高浓度需求 导致这个系列需要做到对所有本家雨露均震 那最开始的蠢爱 在环境中的强度又如何呢 事实上初登场的蠢爱 算了也没啥好说的了 这会儿环境里都是什么玩意 而大家都清楚 本身刚登场的蠢爱 整体强度就不高 还前欲猪类后欲俱舍的 能有表现就奸鬼了 这里就让我们快进四个月 直接穿越到一月表后的环境再说 2023年一月表 伴随着诸类整体强度的下滑 环境中各路卡族也纷纷约共探头 在这种环境下 伴随着1月14日1112的发售 蠢爱也获得了新卡补强 此次强化所登场的分别是小黑和睡觉 小黑作为蠢爱的新下级 能够精准检索场地 永续或陷阱 其二效能够定向变身 相对于小白 此卡某些意义上更赚 也更适合作为通招或者本家雕动的特招点 而睡觉作为新的宿工 一方面可以挡伤害狗命 一方面作为素材可以抽卡 并且由于蠢爱的宿工在复述作为素材时 可以复述起效 也就是在复述睡觉作为素材时 蠢爱可以在对方的SP补充大量手卡 这样不仅能够对本家续航起到良好的补充 更能通过投入大量手坑 来起到蓝亭对方的作用 而此时的蠢爱玩法则颇为简单 一个字 养狗 我们注意到在蠢爱本家的中断中 大白整体的效果比较雷弱 而大黑的五素材高康性以及二素蛋卡 则完全足够作为一个合格的中断 于是此时蠢爱的打法便已确定 那就是以最快速度叠起素材大黑出来 而由于蠢爱的设计思路 更像是陪着宠物一起玩耍的多支线养成游戏 故这个玩法也被形象地称之为养一部 而由于大黑不受对方发动的效果的影响 同时在有吃饭作为素材时 常常能达到5000甚至更高的攻防数值 让人横数都难以突破 同时其可以复数发动的单卡效果 也能有效对抗贴纸等凭借着整体强度的上升 在1112发售后 蠢爱迅速杀入了丙图 但在此时朱雷的威压之下 蠢爱只能屈居丙图后排 但很快 环境内所有的牌老们 都会对这个毛茸茸的小出生产生敬畏之心 2023年4月表 在朱雷正式拉胯后 蠢爱瞬间成为了环境第一 虽然领先不多 但也足以证明其强度 而在4月22日发售的1201卡包中 蠢爱继续获得了中黑和新的本家陷阱强化 虽然新的本家陷阱 在环境中含有投入 但中黑由于和睡觉配对 同时能够一回合该三陷阱的特点 配合睡觉和超进化 能够做到对面准接大量抽卡 可以说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蠢爱的玩法 这也更加巩固了蠢爱在当前环境的统治地位 也正因如此 1201后的环境卡组 大多选择携带叠光延迟来对抗蠢爱 但肉眼可见的是 蠢爱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 仍能够统治这片环境 关于蠢爱的卡图故事 我们可以从圆环老翻译的VB3中有所了解 在蠢爱妖精街道 有着各式各样的房屋与咖啡餐厅 是一个店铺林立 充满着时尚气息的城镇 在被粉彩点缀的此地 有着与人们一同生活 与少年少女们一同逐渐成长的蠢爱妖精们 蠢爱妖精是仿佛是从童话术中挑出来的小可爱们 一般有着30至40厘米的身长 以及2至3公斤的体重 体型与小型犬相差无几 还有着非常粘人的温和性格 蠢爱妖精们在与人共同生活之中成长 体型会长至大约中型犬的水平 那旺盛的好奇心与粘人的性格 基本上不会改变 但是根据成长的环境 以及被人对待的方式不同 会出现具有鲜明特征的外观与性格 最终他们的体型会成长到 大约能背上一个小孩子的大小 但还是会凭着跟小时候一样的星子和人玩耍 住在一起的人可得勒坏了 而蠢爱的卡图则讲述了一只被人收养的流浪妖精的故事 简单来说 这玩意儿在卡图中的设定就类似于宠物猫 通过我们的努力 让主子们过上我们想过的生活 尽管每天回家疲惫不堪 但看到有个小东西 在年转你精神上的疲劳瞬间就会全消 但除了精神上的安慰 身体也得跟上 白天工作学习累 晚上睡不好 第二天肩颈酸痛 精神违米做什么都不得尽 快把你家的枕头扔了吧 换上七夕工学护颈诊试试 跟肩膀酸痛脖子又拧瘦白白 买过的人都说好 老颈椎患者的梦中请诊 回购送朋友 送爸妈 月小稳定一万家 长期稳居记忆免诊的行业TOP1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 人的脊柱并不是笔直的 平躺睡觉时脖子底下会悬空 好的枕头应该能填补颈后的空位 枕头过高 睡觉时颈椎一直是低头玩手机状态 颈椎得不到休息 枕头低了或不睡枕头 脖梗像一座架空的桥梁 颈部肌肉持续紧张 睡了一觉反而累得慌 长期这样能不失眠 颈椎能不出毛病吗 公学诊的分区设计 真的是广大颈椎患者的福音 看看专业的骨科医生怎么说 独特的牵引区可以拖起放松颈椎 躺上去颈部肌肉有明显的拉伸感 侧睡区比养睡区高一个拳头 睡觉时脊椎跟人体保持一条直线 爸爸妈妈不用担心我侧睡手麻了 记忆免枕心柔软又有支撑 即使睡伤三五年也不会塌陷 平时立着当靠背当包枕也是极好的 用的枕套也是很良心了 丝滑柔软偷气不起球 油头发黄也别怕 脏了直接欢喜 枕套枕心都做了一军康满检测认证 拥起来更放心 白天劳累一整天 花一顿饭钱换一个好睡眠 还能避免各种肩颈兵 这笔账相信大家一定会算吧 抛开产品牛布说 他家还有30天失睡期售后保障 心动不如行动 现在评论区领券还可享受大恶优惠 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吧 纯爱实际上是一套非常容易针对的卡组 无论是深渊 叠光延迟 还是坏兽 都能有效针对纯爱 但其也有着操作简单不费脑 强度平均不绝对 整体造价不算高的特点 加之现在百花齐方的环境 使得牌老们无法完全针对这套卡组 而在环境愈发丰富的今日 七月表对纯爱等环境出头鸟的削弱 似乎已成定局 这套卡组的未来 优惠在何方 关注奇美拉 我会在未来带给各位更多的游戏网故事 也希望各位看得高兴 给我点个赞三个脸 什么的 奇美拉不声感激